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结语二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砖 第一,218节 小五的鼻子流血了,屁股很疼,他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虐待,因为漂亮可爱,所有人都宠着他,想要做的事呢,没有做不成的 今天的教训让他彻底明白,没有详细的了解敌人就匆匆动手,是非常愚蠢的 漂亮的小姑娘鼻子流着血,眼泪流得哗哗的,不是伤心或者是疼痛导致的,而是鼻子挨了一拳,眼泪鼻涕,忍都忍不住,就会流下来 小丫头吐着舌头,把小五拽走,捏手捏脚的,他可害怕,时时也这样对付他 鼻子破了很疼的呀 嬷嬷给小五鼻子里塞上了两团麻布,这才止住了鼻血 又用布巾给他擦拭了小脸,这才好看一些 小五看着镜子里自己的红鼻子,还有两块从鼻子里露出来的麻布,眼睛瞪得滴溜圆 这个丑八怪难道就是自己 自己后花园的事情 云烈呢,还没有精力去滚树 任由他们胡闹吧 哪怕知道小五就是可怕的五妹娘 云烈也不在乎 自从来到大唐,他已经见过无数的牛人了 五妹啊,就算是其中一个比较特殊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风从虎,云从龙 每一个枭雄的崛起都会伴随时势的变化 只有大地上起了风云 他们才能趁势而起,搅动天下 如果风平浪静的,那就算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会有用 最多呢,搅动一下自家的池塘,那就了不起了 一个女人依靠侥幸,侥幸再侥幸,才登上了那张至高无上的宝座 现在礼堂平安无事 他只有找个人嫁了,造就一个传奇的家族罢了 哼,有什么了不起啊 云家所有的作坊啊,全部放假 水泥窑拆掉,砖窑拆掉 酒作坊酿出来的酒也不卖了 全部都藏进家里的酒窖里 公布的官员看着一孔孔的窑 在云家装户的手里全部变成了废墟 心疼的都要哭出来了 拉住云家的管事 问道,这为何要把这些宝贝全部拆掉啊 得到的回答是,云家打算呢,在这里种点粮食 见过窑的火地能种庄家 那些公布的官员立刻就傻眼了 要知道很多的城池还等着水泥来加固呢 很多的建筑还要等着红砖来盖 现在云家把这些油洞全部都拆了 不知会影响多少大事啊 再给军方运走最后一批军粮 完成了合同之后呢,就坚决不再接受新的订单了 一说起来呀,就是干活的庄户们要全部回家种地 云家打算呢,今年再开辟三千亩荒地 人手不够 这些啊,奇巧银技的小事呢 那就要全部都放弃了 装护人嘛 不种地怎么叫装护人呢 那是不务正业嘛 和少把所有的股份都退了出来 全都给了云家 云家把原来的股本呢 也都退给了和少 连太子皇后的股本都一次算清 折算成铜钱 一车车的拉去了皇宫 云家不玩了 爱谁玩谁玩 云家不玩了 家里的香水作坊 那只是妇人们捣鼓的一点化妆品 啊,用不着在这些胭脂水粉一类的东西上较劲吧 不止云家 成家牛家也一样 都关闭了作坊 成夫人特意把慈恩寺后面的铁匠 木匠、皮匠 各种小作坊啊 也都一一的卖给了那些做工的百姓 成家牛家这几年挣的钱足够花了 今后呢 一心只种地 再也不沾商骨的事情 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好 朝廷的文告还没有出 这三家啊 就已经完全从商业圈子里撤离出来 全家现在只种地 就连老城都在后花园里啊 开了一片地 准备种点萝卜之类的蔬菜 好把家里的开销呢 节省一下 老夫已经三天没吃过肉了 怎么样 老魏 今天请兄弟打打牙击吧 家里实在是解不开锅了 每回下潮啊 老城就冲着胃争嚷嚷 老城家里好歹还种了一点萝卜 哎呦 萝卜叶子还能撑几顿 可怜老夫只有每日去河边钓鱼 靠着钓几条鱼来冲击 进一顿饱一顿的混日子 今日未功请客 哎那可不能少了兄弟啊 哎我听说 玉石昨天就没打着猎物 要不是半路上勤着一只猴子 这说不定全家都要打饥荒了 百石口子人围着一只猴子吃着西荒 这位说着还从怀里啊 掏出了半个迎春糕 闻一下呢 又放回去 说是啊给小孙女留着 自己啊舍不得吃 魏珍狠狠的扶了一下袍袖 咬着牙不作声 这世上的深仇大恨 莫过于断人财路啊 云成牛三家把铺子全部关掉 不做生意了 勋贵们没了替罪羊 自己呢又不想当出头鸟 只好啊 关停自家的铺子 全部目光硕硕的盯着文官 只要有一个文官敢开店 那就会有无数的勋贵们上前去赦账 无赖些的呢 那直接就抢 那话说的漂亮啊 都是同僚 你不能眼看着自己饿死不是吗 魏珍最坏的想法呢 这里面啊 有面前的一幕 玉山东边密密麻麻的窑洞全都不见了 往日里浓烟滚滚的场景 消失无踪 只有一大片平地 地基都被收拾的平整干净 打好了田笼 一副准备开庚的模样 他的心都在滴血呀 那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说裁掉就裁掉 没有一丝的犹豫 也没有半点的不舍 杀伐果决之极 而这颗苦果 却只有他未争来咽下去了 云家没有要挟谁 就是遵循朝廷的倡议啊 回归农丧不做买卖了 算是洗心革面了 可是巨大的市场需求 由谁来填补呢 皇家的几座半死不活的窑洞 就烧不出多少和用的水泥 那现在每个城关的守将 都知道水泥好用 有好用的东西 谁会再去用石头和糯米 来加固城墙啊 军方把粮草的供需 又推在了兵部 云家的复合军粮没有了 一下子恢复了原来的传统 本来云家呢 就是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拒绝军方 无奈满朝文武 看中了云家的这份买卖 觉得这里面 一定有不可告人的交易 就连上了无数的谈章 要求啊 云家退出 一个国家的要害 你不能握在一个家族手里 哪怕这个家族只有一个难定 李二同意了这份谈章 只要求云家接受检查 想着以云家做事的风格 不可能出楼子 只是为了堵那些文官的嘴而已 结果呢 云家借口什么 卫生条件不合格 主动向兵部请罪 被喜笑颜开的兵部尚书杜如悔 罚了两千罐钱 就此了事 云家剩下的事情 就做的有点出乎所有人预料了 他们连夜拆掉了作坊 等官员们发现时 原来的作坊已经变成了古堂 上面堆满了麦草 云家没本事照料好大军的吃喝 这回能全身而退 全是朝堂大佬从轻发落的结果 云家带着礼物专门去拜谢了 苦笑连连的杜如悔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云家不做生意了 这是云夜在面对李二询问时说的话 这些日子深受各位众臣的教诲 明白了无奸不伤的道理 差点坏了大唐的百姓 为此极度的不安 还好时日尚短 百姓受云家毒害不深 还有挽回的余地 所以呢 云家决定捐出一万官 在长安多建几座学堂 以赎罪业 为云家的后代积一点福音 观音笔 云夜这回做事的方法 不像是他的为人呢 抽身抽的干净利索 没有辩解依据 也没有向你我求情 原来朕以为 他至少会做一番争抗 说不定还还击一下 朕很想看到 这件事情最后的发展结果到底如何 不管好坏 都会给朕带来启发和教训 没想到 他玩了一招浮体抽薪 不知道 这是他以退为进的策略 还是他心灰意冷 彻底想借机抽身 朕知道他进宫和你说了一下午的话 都说了些什么呀 只要是云夜的事情 李二总会征求长孙的意见 毕竟长孙更加的熟悉云夜 而云夜对长孙似乎有一种 如沐之情 这点呢 李二看得很清楚 这也是他总对云夜 大戒小城的原因之所在 对于这种感情 李二很欣慰啊 至少说明云夜不会对皇家不利 从他尽心的帮助太子成长 尽心的管教自己的其他四个孩子 把自己定位在一个兄长的位置上 现在呢 看来啊 这成效斐然 有几次 李二甚至动了把云夜 收为一子的想法 想想云夜只有他一根毒苗 那就算了吧 否则 一旦收为一子 那云夜只好叫李夜了 长孙把怀里的四子 轻轻放在摇篮里 边推边小声的说 云夜让妾身准备一些钱财 数额很大 说是有一个计划要运作 但是不肯告诉切身 慰藉他也不行 只说是要好好教训一下那些个蠢货 不知道他说的蠢货都是谁 太子那里也接到了筹钱的信 切身觉得这回朝堂上的文官算是彻底的把他给惹毛了 切身不管朝堂上的事情 您也不必告诉我 切身就准备这些钱财 好好把皇宫裤藏弄得满一些 别像以前似的空空荡荡的 可以饿死老鼠 他把所有的作坊全都拆掉了 这是何故啊 云夜想想朝堂上没有什么空子可以让云夜砖的 也就不关心这些粗枝大叶 有皇后监管银月足矣 我听太子说这些作坊拆迁早就在计划中了 云夜想要逐步改造的 谁知道朝堂上又起了风波 所以干脆一次性的拆除 免得将来麻烦 这件事情切身是早就知道的 这是内府和云家何家早就商量好的 有文本存在的 那时候切身刚刚生产 内府呢又是由太子掌管的 他们做的决定 李二想不通 为何要把好好的作坊 拆掉做什么改造 但是云夜既然这么做了 那就有他的道理 直到现在 李二最佩服的就是云夜 点石成金的手段 蓝灵和高阳 一直想去云家庄子和玉山看看 恰好明日 太儿克儿休假回宫 就让他们带着妹妹们去书院走一趟 说实话 那里住的的确舒坦 朕准备在那里修一座行宫 那里的小楼虽然精致 却小家子气了一些 就让他们按照小楼的陈设安置 那里的那个叫洗手间的一定要有 陛下不担心朝堂呢 那些个薰贵和文官闹僵起来 闹啊 不闹 朕怎么当皇帝 要是齐心合力 才是真的麻烦 现在一个看一个不顺眼 这样才是一个朝堂的样子 朕居中调停 不让任何一方坐大即可呀 李二伸了一个懒腰 这次打压勋贵 是早就想好了的 草原和岭南的动静也太大了一些 一个个脑满肠肥的快成猪了 不拎出来放放雪 那怎么成啊 云家庄子在很短的时间里 就从一个红红火火的半工业化的村庄 又回到了鸡犬香文 木歌对唱的农家田庄 在细雨里还有勤快的农户 在赶着种迷子 强壮的羹牛 在前面被小童牵着慢悠悠的走 后面掌鲤的汉子不时的吆喝几声 云家庄子的牛 都是从草原上来的 还不会自己羹田 需要有人操食才行 后面把这耙子的农户 把地里的草根爬出来 堆到地头上 土地泛着黑色 钻一把似乎都会出油 一看呢 就是上等的好地 农家的脸上都带着喜色 云家和别家不一样 收猪子 只收头一茬麦子 这一茬迷子的收成 就全都归了农户 虽然是电农啊 一年落下的粮食 说不定比那些自家有田的人 那还要多呢 耕牛是主家的 随用随签 只要把用牛的费用 折合成糜子就好 这些糜子也不是主家要的 是要煮熟了冬天喂牛的 没有庄户认为不应该 主家不种地 养了百石头牛 还不是为了方便装户啊 田府抹了一下汗水 掌梨 这本来就是一个力气活 就算是身体强壮 也撑不了多久 可怜的看了看 前面牵着牛走一上午的儿子 笑笑 农户的儿子不吃苦可不行啊 就算是现在跟着先生求学 这些庄稼地理的活 也必须得会干 在田府看来 这些才是力身的根本 累一些不搭进 小孩子的力气 那就是练出来的 和春草一样 割了还会有 婆娘把水罐子捧了过来 里面装着浆水 酸酸的正好解渴 瞅见婆娘把一个煮好的鸡蛋 悄悄的塞个儿子 田府呢 装作没有看见 长身体的年纪 吃几狗好的 那也是应该的 儿子不喜欢吃蛋黄 喂给了母亲 看到这儿呢 田府就从心里往外冒喜气 一个农家的儿子 哪来那些少女脾气啊 不喜欢吃鸡蛋黄 吃鸡蛋也是这两年才有的事情 只是心疼母亲罢了 要不是侯爷下令把作坊都拆了 家里的日子呢 还会更好一些才是 光是农贤时节在窑上挣的工钱 就足够全家老小过上好日子的 都是那些个朝堂里的杂碎 就见不得云家庄子有好日子过 逼得侯爷不得不把瑶全拆了 现在好了 全庄子都种地 看你还能咬了吊去 官道边的柳树下就站着一位官人 远远的看着庄护们种地 田府拓了口唾沫 喊儿子继续牵牛 准备耕田 你喜欢看庄护们下苦 老子就下苦给你看 站在柳树下的是魏征 他穿着官服 这两天一直在云家庄子转悠 他就是想看看云家庄子 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 从富庶的天堂被打回原地 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他到底是失望了 云家庄子依然按照原来的步调 顺利的运转着 那条街市依然热闹 罗马的买卖依然兴旺 只是多了粮食的交易 云家庄子难道说 粮食已经多的吃不完了吗 三成 三成的粮食增长幅度 这简直就是一个谣传 在县令的陪同下 打开了几户的粮仓 竹子编制的粮垛里 金黄的麦米满满当当 特意找来了检验粮食的戳子 刺激粮垛里 农户家老人非常不满意官府啊 把自己的粮垛戳得到处都是洞 就打发孙子 把粮垛子用斧头劈开 散开的粮食几乎淹没了味精的脚面 还从来没有农户对自己如此无礼呢 以前到哪 农户听到自己的名头都是恭恭敬敬的 请他这位农户的代言人到家里坐 如今想进农户家 那需要县令强力的命令了 拜访云叶了两次 他都不在 魏征知道 云叶一定就在后面的花园里 只是人家不见 自己也屠乎奈何 好一个进入山崩海啸 退入江海溃梯 云叶的反击把事情做到了极处 也把文官们推到了危险的境地 现在长安市上极为萧条 商人们仿佛都闻到了危险的气息 都在极力的藏匿自己的财产 害怕朝堂上再生什么大变故 一个月 没有一家新的店铺开业 反而歇业的不计其数 这股风潮还有蔓延的趋势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作者 杰宇二 演播 今儿 更多精彩有声书 近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